可能很多人都以为 海胆就只是提供美味的食材 但其实它和珊瑚礁的生死存亡 有着重大的关系 是的 因为海胆可以吃掉 在珊瑚上生长的藻类 让珊瑚可以吸取阳光 进行光合作用 但是最近在以色列的海域 就传出了噩耗 有一种穿越红海扩散的病毒 正在杀害当地非常重要的刺官 黑海胆 只需要短短的两天时间 一个健康的黑海胆就剩下骨头 情况甚至是严重到 整个物种都被消灭了 最糟糕的情况是 学者们无力回天 海胆死亡病毒 一开始是出现在地中海 早几个月前 希腊和土耳其的海域 就传出海胆死亡的情况 只是没想到 这个夺命病毒 随后横跨苏伊士运河 来到了海胆的天然栖息地 红海 罪魁祸首可能是一种会引发疾病的鲜毛虫 寄生虫 它会迅速感染致命 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海洋环境研究团队发现 仅仅两天时间 一个健康的刺官黑海胆 就只剩下一个驱骨 更惊人的是 当地一个黑海胆的物种 因为这个致命流行病 在几个月内彻底灭绝 更糟糕的是 海胆的死亡 也连带威胁到珊瑚礁的生长 根据了解 约旦 埃及和沙地阿拉伯 已经传出大量海胆死亡的消息 情况严峻到 学者也束手无策 情况严峻到学者也束手无策 情况严峻到学者也束手无策 难道不然 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应该做 是要做全的行动 以试试准备 这种病毒的影响 在地球上 我说这 我提到 与这种生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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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到未来的生命 学者们只能寄望一个 劫后余生 恢复物种的方案 并锁定鸿海北部海岸 一个度假小镇 那里有个天然狭窄海峡 它起到了热胀的作用 使得那里的珊瑚礁 比其他地方的同类更耐高温 我最恐惧的是 我们现在有 很短的机会 做什么 大型的系统 平常没有决定 但我们必须要决定 所以我们将决定 决定在北部海岸 从北部海岸 我们将决定 这种生命的生命 被决定 这种生命的生命 学者生生迫切 希望官老爷能够听进去 在爆发更大灾难前采取行动 否则未来堪忧 未来堪忧 这种生命的生命 来说 我们在北部海岸 决定在北部海岸 有点生命的生命的生命